大家好,我是小熊草 又到了每周的魔物獵人活動任務時間 那5月17到5月24號的活動任務是什麼呢? 第一個任務是大衛王們來了 第二個任務是調查蠻惡龍鬥號蒼火龍 那大衛王們來了是已經推出第五次了 那我們不厭其煩的再打一次喔 那我們馬上來看一下畫面上的大衛王們來了 那我們這套裝備是意識到殺意波動的龍的裝備 也就是龍伽瑪上位 那如果有不知道這個裝備的效果是什麼的 可以去參考我們上一部影片喔 那我們的弓的話是選用明燈龍打弓 那這邊很快的帶過 如果大凶柴龍的任務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就像這隻是這次任務是有兩隻嘛 所以就是有點意外 但是如果是只有單隻的話 你從一區出來走到這邊 稍微等一下他就會探頭出來喔 大雄彩龍 那就可以爆打他一波 那大雄彩龍的爪跟他的頭是他的弱點 還有下巴 那這邊就是爆打他一波 好的很快的 第一隻大凶柴龍就死掉了 因為大衛王們來了是一個下位任務 所以我們用上位的樁來打的話是非常快速的 那接著就要找另外一隻囉 那根據我們的估計 他應該會是在八區的地方 那直接揭曉答案喔 他是在七區喔 那我這邊可以看到龍精彩的大腳爬行 非常帥氣 那我覺得這個什麼春麗啊龍啊 這個裝備比較最帥氣的地方 就是投射器 所以他們會 在手上發一個藍光啊 藍光電影院 然後裝在手上 帥到不行 投射器 投射器都 帥三倍 那我們這邊 稍微做一個撫握島的動作 墊個體能 然後閃過他的搖搖 這邊就去 鋼射他 那這邊鋼射的數字看起來有點可笑喔 那是因為熊草是沒有鋼射豬斗 那我們任務就到這邊結束 那我們馬上就進入下一個任務 畢竟這個報酬素材已經看了幾百遍了 那到了下一個任務 就是我們的超戰 調查蠻鵝龍 鬥號 倉火龍 那這個任務呢 他非常有趣喔 他的報酬居然是提升HR等級喔 就是說 你打這兩隻栗戰魔物 提升的HR等級比你平常打兩隻還多 那熊草的測試結果是 大概是等於 三隻栗戰魔物的 調查點數 一次打三隻的栗戰魔物的調查點數 那會比利戰鼓龍稍微多一點 但沒有多多少 那報酬也沒有特別好 所以有點搞不懂這個任務推出的意義喔 如果是 不管怎麼樣都讓你升一等的話 那熊草還是很願意刷的喔 但是並沒有 等一下我們就 影片最後會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到底是會升多少 那這邊我們是用重奴打法喔 為了要 加快大家的那個 看的速度 那一樣 我們睡眠彈碎他以後 然後大爆彈 加上陷阱 然後裝好閃光彈 然後龍擊砲那個大爆彈桶 那要看什麼流程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熊草的TA影片喔 那我們這邊就不再贅述 那稍微介紹一下蠻鱓龍這隻生物的話 他從八區出來以後 就大概會在八區的附近喔 就不會亂跑 那蒼火龍則是會在 16區火龍睡覺的地方的外面 有奇面族那一區來做重生 那我們這邊先勾引一下蠻鱓龍喔 那為什麼要勾引呢 因為我們想要利用這邊的麻痺蟲 不是麻痺蟲 是超可愛麻痺青蛙 然後馬上他就被勾引過來了喔 生氣的獸龍種是很愚蠢喔 那這邊踢了一個麻痺青蛙 背他一個漂亮的閃躲喔 他的X劍非常靈活喔 完全就是把我們給JUKE 那這邊終於成功麻痺 那比起近戰 有可能不小心 就是碰到麻痺青蛙的麻痺喔 遠程的話他只要一麻痺 我們就可以暴打他一波了喔 那我們這邊想要讓他睡 結果沒有辦法睡喔 然後閃也沒閃到 那救奇原因 沒辦法睡的原因 應該是因為我們在 他還在麻痺的時候 就在打那個睡眠彈喔 那那個效果就不夠明顯 就沒有累加上去啊 我們的那個催眠屬性 那這邊成功的閃到他 稍微合成一下我們的擴散彈3 然後就把賊炸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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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稍微加速一下 來到找蒼火龍的部分 OK 在科技冷漠之下 我們成功的加速到了蒼火龍的地方 什麼科技冷漠 是科技進步之下 沒有錯喔 那我們這邊先閃光彈 把蒼火龍閃下來喔 那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的地圖是沒有紅框的 代表我們還沒有被他發現 那代表他等一下會喉兩次喔 那我們這邊把他炸倒以後 送他兩顆催眠彈 就讓他直接進入睡眠 準備來補一波子彈 然後上一波大爆彈G 跟陷阱 準備爆打他一波 這邊放好大爆彈G 穿上不動衣裝 然後在他的後面放一個陷阱 那飛龍種的陷阱跟獸龍種不同的地方 就是要放在後面喔 放在尾巴的部分 那獸龍種放在腳邊是因為他會直接踩中 那飛龍種放在他的尾巴後面是因為他被擊退的時候會往後走喔 那往後走就是往尾巴的後面走 那他現在這邊就退到了我們陷阱的地方 這個小技巧大家一定要學會啊 每一個種類的陷阱是要放不同地方的 那我們這邊就完成任務了喔 非常帥氣 他就停在原地 跟我們剛剛丟閃光彈的位置大概只差了一步 他就死在地板上了 那在這邊 跟有在固定看這個系列的觀眾說一下喔 如果你有需要 不是你有需要 是如果你覺得你很想看熊草玩什麼武器 來過活動任務 或是看熊草拿什麼武器 來打什麼龍之類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最近有點感冒 所以聲音會稍微有點 粗糙 就請大家再多多見諒啊 那任務就完成了 那馬上來看一下他所謂的報酬吧 升HR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好這邊漂亮的結束畫面 馬上把東西領一領 5分35秒非常快喔 兩隻立戰 那東西領一領 OK 直接從130升到131 如果你沒有看清楚的話 我們就 再打一場 好馬上打完那一場了 大概升了 HR的一半再多一點 然後馬上再看下一場 沒有錯大概就是 四分之三條這麼多 那我們影片就大概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左下角按讚 右下角按訂閱 打開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消息囉 我是小熊草 那下次再見囉 掰掰